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Gorex Time Piece GTC 4的小刚哦 那小刚好久都没和大家轻松聊聊 值得拥有,值得收藏的手表咯 近来劳力市场的非常的火 当然就会有很多朋友问小刚还有什么表可以收藏 又算得上宝质,又不会烂大姐那一种 那我个人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其实还蛮推荐 百拉斐力,PP,朗格,再不然也有这个宝鸡,Briguette 这个亨利牧师等等这些殿堂级的品牌 那毕竟在二级或是二手市场价格上的优势 确实还比目前劳力市的市场价来的低 那当中某些我个人比较熟悉的品牌 好像PP,朗格这些 新表的话也从以前有折扣变成没什么折扣 再变成完全没货 再变成需要排名单都是已经在发生的 那新表的价格也每一年都在调涨 当然如果你今天能以公价买到劳力市 就另当别论了,就另外一回事了 那为了延续这个独立论表UP主的精神 所以今天的表也是一样 小刚自己买表回来拍给大家看 之后才转让给喜欢他的有缘人 那小刚先要说不是卖花战花香 那你看到这支表影片的时候 这支表其实已经是有人买了下来 所以这里是真心和大家聊聊我自己特地买回来和大家分享的原因 接下来小刚还会亲自挑选一些值得收藏的表 例如PP、LANGER、VC等等 一些很值得收藏的万表 那尽量买10表回来拍给大家看 所以朋友们要珍惜小刚的影片咯 好,今天这支是一支属于德国表殿堂吉里的其中一个 算是最有名气的品牌 ALANZONER LANGER简称为 也是人家经常说的这个三胜表 就是AP、PP跟VC之外 LANGER就是最经常拿来和这个表王PP做比较的 而且还有人觉得它的这个美学工艺还比PP做的更细致 也是经常玩表人口中说的 背面比前面更美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支表 Zaxonia Thin超薄系列 影片中这一支是37mm 非常的简阅 甚至连秒针都没有 也没有外圈的刻度 那小刚想讲 大哥们 就是仅仅它那么的简阅才难做 那因为要把简单的东西 让人一眼看了就爱上 确实不简单 那LANGER这点就做得非常成功 毕竟在 在APP、PP、VC和LANGER这些来说 LANGER专注在正装表的手工 确实是很出色 那玫瑰金材质上手也非常的贵气 表盘也是以纯银的材质打造而成 这个Stirring Silver 刻度十分针 全都是针的这个玫瑰金 完美的6mm厚度 但因为是K金材质 拿在手上却很有分量 那LANGER在机芯方面 真的非常讲究美学以工艺 用的堪称德国赢的机芯 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会渐渐带点微微的金黄金黄色 真的是叫人陶醉其中 机芯工艺不会以价格高低来定位 不论是什么价位 没有什么所谓入门不入门系列的机芯去分配 只要是有的 只要该有的 它都会有 这就是LANGER 这就是它的魅力之处 那就以小钢手上这支Zaxonia Thin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机芯天文台等级了 三天的这个储存动力 黄金套筒 GOLD CHATON 蓝钢这些螺丝 每一处完美的刀角打磨跟这个抛光 人手雕工的这个百轮桥 鹅景式微调等等 都是LANGER的上等招牌菜 那也是为什么人常说的背后比前面更美 那有机会 小钢再和大家聊聊LANGER1815的这些 系列 我是小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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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什么 最后